大家好,我是八戒,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0年9月25号星期五 又到周末了,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每天有个好心情 那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个话题继续聊一下 第二轮疏困法案,以及失业金的最新消息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的小伙伴啊 他们在底下留言 他们是生活在美国的加州和美国的纽约州 那为什么他们仅仅只是收到了之前只有三周的每周额外的300块钱 一共是900块钱 那为什么没有收到接下来的这个三周的一共是900块钱 不是说FEMA机构已经批准了46个周 大概每个周都是这样获批6周 然后每周是300块钱 一共是应该能够拿到1800美元 那为什么我没有拿到呢 那今天呢,关于这个话题 八戒也是在纽约州的EDD和加州的EDD相关的这些网站 也是进行了一番搜索 发现了这当中整个付款时间点有一些变化 那八戒呢,把这样一个时间点 首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目前来自加州EDD的最新的一个消息呢 加州EDD劳工部呢 正式宣布在2020年9月28号 也就是下周一呢 正式开始为加州数百万的失业者 会进行下一轮的每周300块钱这样一个发放 他们目前下一轮的这个发放失业金呢 整个这个日期呢,是包含在2020年8月22号和2020年8月29号 这两周的一个福利 总共是300加300,一共是600块钱 那么人们呢,如果之前已经进行过这两周的一个福利验证呢 他们就能够获得总共是600块钱这样一个付款 那有的人呢,可能会一次性获得600块钱 那有的账户呢,可能会分为两批 第一批是300,第二批是300 这根据每个人验证的时间不一样 这个当中有一点区别 好,那8件呢,把这整个加州这个付款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首先呢,加州呢,已经宣布在2020年9月7号 进行第一批的,也就是8月1号 8月8号和8月15号 这三周的每周300块钱 这样一个发放 大家应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账户 整个从9月7号呢 一直到今天,也就是两周的时间 会给加州整个数百万的失业人群 会发放这样的一个三周的 一共是900块钱 所以呢,这三周呢 你们必须进行这样一个验证 必须获得常规的UI 或者是PUI这样一个福利 并且呢,你们的整个的除去其他的 这些额外补助你们的失业金 必须是大于100美元 另外呢,你们必须证明你们的失业 是由于整个大流行病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呢,如果你们经过这样的验证呢 你们就会在你们的UI的这个账户里面 会收到这样相关的付款信息 或者是邮寄相关的这些付款信息 到你们的信箱当中去 那你们呢,就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相关的邮件 以及相关的付款记录 看一下这三周有没有到位 好,那第二批时间点呢 就是从下周一 2020年9月28号开始 发放8月22号和8月29号 这两周的福利总计是600块钱 那为什么加州劳工部 他没有把最后一周的这样一个失业金 也是放在9月28号进行一个发放呢 这是由于加州劳工部正在确认 加利福尼亚州已经获批的LWA延期付款计划当中的 第六周也就是额外的300块钱 是涵盖2020年9月5号这个福利州 另外呢,EDD呢 正在密切坚持LWA计划前五周的支付福利 以确保在发出第六周的300块钱之前 仍然能够有足够的联邦资金 所以呢,目前整个他们正在验证 前面五周这些资金发放完毕以后 还能不能够获得第六周整个这样给加州数百万人 发放这个最后一周的300块钱 所以他们会进行一个计算 如果计算完毕以后呢 会从这个前面的脸皮发放都结束以后 然后大概会从10月份开始发放最后一周 这个9月5号当中的300块钱 另外呢,如果大家有更详细的这些疑问 目前屏幕上面有一个电话是916-321-3310 然后你们在当中输入EDD进行一个联系 好,这是关于加州EDD最新的情况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关于纽约州劳工部的最新消息 纽约州劳工部本周表示 联邦资金将从本周二 2020年9月22号开始启用 为期发放2020年8月23号 8月30号和9月6号 总计这三周的最后的这样一个三周 一共是900块钱这样一个发放 自从上次发放以后呢 总共汇集了240万个纽约州的这样一个居民 总共上次发放的时间点呢 是涵盖8月2号,8月9号和8月16号 这三周的 所以大家呢,应该去检查一下 上次的付款时间呢 好像是从8月17号以后开始的 整个付款时间是为期一周的时间 那大家呢,如果没有收到呢 可以跟EDD进行一个联系 那自己呢,如果没有收到呢 也可以去查看一下 EDD account背后的这样一个交易记录 那另外呢,纽约州呢,他们已经确认 他们已经获批整个来自FEMI 联邦紧急救灾事务管理局 批准的为期六周 每周三百块钱 所以呢,他们已经能够确认 将从本周二开始正式发放 最后的这样一个三周 目前呢,就是8月23 8月30和9月8号 那么付款呢,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呢 那么付款呢,整个这个时间点呢 它是分为两个时间点 是从2020年9月14号 当周已经开始为期前面这三周的这样一个发放 那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 那第二批呢,就是从2020年9月22号 也就是本周二开始 目前有230万个纽约人 有资格领取后面三周的这样一个300块钱 一共是900块钱 好,那8件呢,就是绑这个纽约州啊 和加州整个劳工部最新的这样一个发放时间点 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加州呢,它是分为三个时间点 是从9月7号跟9月28号 以及可能是10月初 会进行这样一个最后一周这样一个发放 它们是分为三个时间点 那纽约州呢,它们是分为两个时间点 第一批呢,是9月14号 第二批呢,是9月22号 所以大家在生活的各自的周 可以去各自的EDD网站 去查询一下自己失业金的这样一个记录 那为什么你们没有收到呢 无非就是由于以下这三种原因 首先第一个呢 你们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UI 或者不是一个合格的PUA 这样一个失业金用户 那第二个呢 就算你们是合格的呢 可能由于你们目前的失业金啊 小于100块钱 那第三个呢 你们在回答这些验证问题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进行一个正确的回答 比如说你们不是由于这种大流行病 造成了你们这样一个失业 如果你们是填的否的话 那你们就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一个 六周总计是1800美元 这样一个补贴 那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 可以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给巴基私信 巴基也会进自己 这个比较空余的时间 有能力的话 会给大家做一个一一的这样一个答复 那大家呢 也可以在底下相互的进行一个交流 分享各自信息 分享各自所在州 这样一个发放的时间点 也是进行一个相互帮助 好 那这就是关于今天 关于这个纽约州和加州啊 失业金额外的300块钱 怎么样一个发放 巴基给大家做一个 最新的一个消息分享 那第二个消息呢 巴基给大家接着昨天的话题 关于美国民主党南希佩洛西啊 他提出的连点四万亿次级法案 目前可能已经在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士 正在一个起扫 那么目前呢 美国众议院这个共和党 凯文麦卡锡 他也是进行一个最新的一个批评 南希佩洛西 他说这已经是再次的证明 佩洛西他根本不会认真对待 我们所急需的这样一个病毒救治法案 他只是在玩政治游戏 尽管呢 总的援助法案 比佩洛西先前多了2000亿美元 但是呢 我们跟他们的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大 共和党呢 目前仅仅是只能接受 小于一万亿的 大概最多最多 就是只能接受一万亿 按照特朗普总统这样一个表述呢 他大概是能接受1.52万亿 但是南希佩洛西呢 根本不会对于以上的问题 做出任何的账簿 他们是坚持要求 给予9150亿美元 给予每个州和每个地方 这样的援助 然后给予从8月份 一直是追溯到12月31号 继续给予每周失业的人群呢 600块钱 这样一个补贴 所以呢 双方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这个共和党参议员 和共和党众议员 都是在今天继续的批评 南希佩洛西 那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纾困法案呢 也是目前不报太大的一个希望 因为10月2号 美国国会就会进行一个修会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关于第二轮纾困法案 以及失业金怎么样去发放 8月给大家更新的一个最新消息 有兴趣跟8月进一步交代交换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给8月私信 喜欢8月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感到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评论关注